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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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姑姑呀 你能不能借点钱给我啊 好好好 那你忙吧 先挂了 喂 阿编啊 能不能这三千块钱给我 我弟弟考上大学了 继续交学费 等我发工资了 我马上就还给你 谢谢你啊 两千也行 嗯 谢谢你啊 喂 小姐啊 我弟弟考上大学了 学费还差一千块钱了 你看看你那方不方便 借一千块钱给我 等我有钱了 我马上就烦你 嗯 谢谢你啊 那好 我等一下就过去拿 嗯 喂 弟弟啊 你放心吧 学费的钱啊 姐给你凑齐了 你就安安心心 在那里上学 家里的事啊 你就不用操心了 一切都有姐在了 姐相信你啊 一定会出人头地的 你永远是姐的骄傲 嗯 那你快去上课吧 你海外外 了 这下我就放心了 超超超超少的 姐书 skipped 姐 姐 我回来了 哎呀 弟弟回来了 快坐 快坐 哦 姐去给你洗点水果 哦 不用了 姐 你过来坐吧 我这是 洗手洗跟你说 什么事啊 这么神秘 这个 是我在室里面 给你买了一套房子 这 我们姐弟俩 相遇文明这么多年 全靠你 我才有今天 爸妈走我走 当中是你照顾我 借前跟我上大学 你对我的好 我没用都不会忘了 现在 该轮到我来照顾你了 姐 我以后 我不会让你受回去啊 你永远都是姐的骄傲 姐啊 不用你照顾 你照顾好自己 姐就放心了 我会让你照顾我 我摔倒你了 我们很发行的 我发现了 我发现了 只要是你博热 其实也发现了 开心才感觉 最后来 你通过 就是我发现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可以 小剑 你真打算在家里做农民了 不去大城市工作了 农民有什么不好 我觉得挺好的 商好水好 自己自足了 我那儿子 现在还没毕业 天天吵着要去城里打工了 文哥有志吧 师姐 那我先回去了 你先买种子的时候叫上我 什么鬼天气啊 这个月份啊 这么热 谁的孩子啊 放我门口啊 噢 哭哭不哭不哭 噢 哭哭不哭啊 饿了吧 我就给你早点吃了 噢 哭哭啊 小剑 在家 四姐 你来了 什么事吗 噢 那个孩子 上学去了 哎 上学去了 你不送他吗 噢 我偷偷他长大了 不用我送了 那他还真懂事 是啊 噢 对了小剑 这个孩子又长这么大了 你是不是该考虑结婚了 要不我给你介绍一个 算了 我带着一个孩子 你那个园里面也嫁给我 你也不可能 一直带着这个捡来的孩子吧 你真打算这一辈子不结婚了吗 以后再说吧 那好吧 既然你没这个意思 那我就先走了啊 嗯 没事都过来玩 噢 没事都过来玩 你是 小剑 好久不见 小丽 你怎么来了 这么多年你过得好吗 结婚了没有啊 结了 孩子都五岁了 五岁了 解来的那个孩子吗 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 那是我女儿 什么意思啊 是我当年把她放在你家门口的 什么 是你 谢谢你帮我把她眼这么大 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真的呀 当初我那样挽留你 你还执意要回农村 不愿意跟我在一起 还对我那么很亲 我知道 那不是你的本意 也是因为我家里人对你说的那些话 你才那样做的 那孩子 孩子是我亲生的 不过他也是你的亲生女啊 你说什么 其实 当年我就已经怀孕了 还没来得及跟你说 你就走了 晚留你不成 后来我就干脆没告诉你 等剩下来之后 我就把她丢在你家门口 其实呢 其实呢 就是想抱不抱负你 这怎么可能啊 她真的是我亲生女儿啊 真的 这么多年的付出 没白费吧 那就算是真的 为什么这么多年 你不来看一下孩子 我有我的难处 那你今天过来干嘛 我今天来呢 是来跟我的家人团聚的 我的老公 还有我的女儿 你老公 我的老公就是你啊 我们一起去接女儿换食吧 好啊